老外准备了一些胶带和气球,用胶带把这些气球都给粘在了一块,就这样做成了一艘小船,老外直接就趴了上去,没想到还真的就飘在了水面上。 由于是用气球制作的,这艘船还是非常的柔软,用力一压就弯掉了,把一个充满气的气球放进液氮当中,这个气球的体积会慢慢的变小,慢慢的气球变得非常的扁了,往里面放的气球越来越多。 这些气球也都变得越来越小,然而接下来老外往气球当中冲入了一些氦气,冲入氦气之后气球会慢慢的飘起来,那么如果把充满氦气的气球背在身上,能不能飞起来呢? 老外在身上背了一百个黑气球,这些气球看起来也都非常的大,但是老外也没能飞到天上去,会不会是气球的数量太少了呢? 这次老外就准备了大量的气球,这次整整准备了一万个气球,又在下面放了大量的吹风机,看一下这么多的气球再加上吹风机强劲的动力能不能飞到天上去呢? 小伙儿直接就走了上去,发现并没有多大的作用,虽然背了这么多的气球,但是也没有飞上去,一不小心气球都飘到了天上去,这次实验也以失败而告终,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行为呀。 小伙儿